这次聊一下学钢琴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各方面的一些费用吧 然后打算学钢琴的人那个简单参考一下这一期视频 然后我在后面讲一个我小时候产生的一个小故事吧 我和我爸爸之间产生的 那学钢琴的这个预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大概五个种类 基本上就是一个钢琴还有一个学费 还有一个条例费 然后运费号评就这个样子 耗评就可以不用记了 钢琴里面它几乎是没有耗评的 那这个琴的话呢是电钢琴和木头钢琴 木头钢琴的话呢大概什么价位 电钢琴大概什么价位 然后他们这个浮动这个详细的东西的话呢 你们看一下我之前录的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里面我把各个价位的电钢琴 木头钢琴还有什么力士三角 还有电子琴都做了对比的 那个里面讲的比较详细一些 那除了琴之外就是学费 学费是必须要考虑的东西 因为你光买了一个钢琴 你不会弹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只有你学会了钢琴的情况下 这个才是有钢琴的价值 那学费的话呢 无非就那么几点 一个呢是那个培训班 或者是那个网课 或者是买一些资料的 就这么几种 这个要留出一些空间的 有的人他把自己的预算全部就买了一个琴 然后就没有任何这个剩下的这个预算了 这就有点不太好 然后这个木头钢琴的话呢 它就是有保养费 就保养费就是调律费 就是木头钢琴的话 每一年都需要调一次的 起码要调一次 如果不调的话怎么样呢 不调的话那声音就跑了 就弹起来听起来特别难受 但是电钢琴这种电子类的 它就是不需要调的 它就跟电子表一样 它就不需要调的 然后运费也得考虑一下 为什么要考虑一下 有的人他经常这个更换自己的住处的 有的时候住这儿住几个月 然后又搬又搬 这种人的话呢 是必须要考虑运费的 木头钢琴的话 它的运费就比较麻烦一些 因为木头钢琴它本身就很沉 然后那个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 就是会搬的人的话 它两个人就可以抬了 但是不会搬的人 它得四个人抬 然后又装在车里 然后又拉走 然后又得卸下来 这个东西都是麻烦的事情 那电钢琴的话 运费这方面就会容易很多 因为电钢琴的话 一个人你就把那个卸下来 然后直接装在 轿车里面都可以装的 电钢琴 就可以拿走 这个就比较简单 然后耗品的话 它就没有 像吉他或者是 那个价值股的话 它是有耗品的 价值股的股帮啊什么的 那些东西很容易坏的 然后吉他的话 吉他弦啊什么的 然后吉他也有很多旁边的配件 如果是电吉他的话 你还得买那种块啊 那个东西是 每一个就是 那个1000多吧 就那个样子 像电钢琴的话呢 它的一些配件呢 什么的话 顶多就是耳机 这种的啊 耳机一般是买1000 1000左右 或者1000以上的 或者是配什么音箱 这种东西啊 但是如果是 你不考虑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是没有耗品啊 可以这么想 无论这个预算是几千也好 几万也好 或者是甚至是几十万也好 有的人他把百分之百的 所有的东西 就花在了买琴上了 然后呢 就后续的一些什么运费啊 调令费啊 就调不是一年调一次吗 也没有多少钱 几百块钱 但是觉得这个是 特别特别的心疼 这个就没有那么 那么个必要了 你完全可以买一个 稍微便宜一点的琴 然后因为这些支出 是正常支出的东西啊 如果你不支出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没办法正常使用你的琴 你没办法正常使用琴的话 买这个琴的意义就不到了 是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我讲一下 小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情啊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相机啊 现在的这种 这种数码相机什么的东西的话呢 它是就是不需要胶卷的啊 而且电池都是充电 你可以反复使用的啊 也就是你不洗相片的话 它就是没有什么使用费用啊 但是以前那个相机的话呢 像我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胶卷相机啊 他给我买的那个是胶卷相机 胶卷相机的话呢 胶卷你得单独花钱买 然后洗相片又得花钱 然后那里面的电池 还不是充电电池 每一个电池也是不少钱的啊 就是算下来的话 一卷的胶卷 你要把它拍下来 然后再把它洗出来 他得花个六七十块钱啊 然后我爸呢 就是给我买了一个相机 但是他没有给我其他的费用 然后五千块钱的相机 我就没拍多少胶卷啊 我只拍了五卷的胶卷 而且五卷当中 而且还有不少是跑光的啊 就是拍的不好 他就拍虚了什么的那种啊 也有不少那种的 也就顶多就是一百张照片啊 这什么问题呢 就是花了五千块钱买了一个相机 但是只拍了一百张照片 那这个这样的话就太亏了啊 从我爸爸的角度的话 他可以给我买一个便宜的相机 比如说给我买个两千块钱的相机 然后再给我几千块钱的现金 这样的话 我可以买很多的胶卷 然后也可以洗很多 也可以买很多的这个电池啊 什么的 那我就可以拍很多张照片了 到现在来看的话 我就可以翻很多曾经的这个照片啊 但是因为这个预算做的不行啊 他只是给我买了个相机 但是他没有给其他的费用 那其他的这个买胶件啊 还有那个什么洗相片啊 电池啊 这个都是用我的零花钱买的 再加上我的高中时候的零花钱不多 然后我就舍不得那个钱 我就没拍多少张 这个就太亏了 我就感觉这个很遗憾的 如果那个时候多拍一些照片的话 我现在可以翻翻那个时候的很多照片啊 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啊 从价格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花了五千块钱 只拍出了一百张照片 这就太亏了 太亏了 就是琴这个方面的话 我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一点建议啊 就是你如果是手头比较紧 预算特别的有限的话 你不要把所有的钱就全花在买琴上了 买完琴之后 你学不会弹琴的话 这个琴就成百色了 就这个样子啊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故事啊 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想法 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啊 大家一起看看别人是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啊 看看这种评论 那这次呢就聊到这里了